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 小组在阶段的比赛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 张瑞挡住了对方在进区边缘的一次攻难 王珊珊 皮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过顶挑船 这次上下成功破坏了对方的胜门机会 球也被打出了危险区 罗家慧 他把球带向了对方球门的方向 成功拦截了对方的船舟 这做得不错 来跟拉皮诺埃 进攻推进得很顺利 来到了危险地带 看起来能找到队友 非常重要的一次扑救啊 把球挡到了界外 边线球 前场反抢成功能创造出机会吗 罗德曼 好 没进 门将非常值得信赖啊 表现非常不错 罗霜 他们的机会来了 你看 只要你足够优秀 就连防守都能看得人是激情澎湃啊 漂亮的防守重新铲回了球权 球出界了 这是个界外球 比较上门 防守队员十分勇猛 化解了对方在进区边缘的攻满 效果还是有的 穿过了对方的防守 队友已经接到球了 非常好的机会 进了 他们取得了领先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张欣 他对对手意图的预判 可以说非常的准确 这个球啊 机会不错 看球动作 罗德曼 顶级的球感 顶级的射数 顶级的进球啊 来看看进球的过程 越较漂亮的过顶球传到了危险区域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张欣 在防守的时候 使用这样的滑铲动作是非常有讲究的 掌握不好的话 很容易吃牌啊 谈判员向犯规队员出示了黄牌啊 示意犯规 是啊 犯规队员自己应该也已经意识到了 嗯 什么 门奖高高跳起划解了这球 谈判给了一个脚球 脚球开向了进区中心 威胁还在 漂亮打门了 打中门中 弹回来了 对方的这次进攻机会就到此为止了 想想这个球还是有点遗憾啊 这个球打在门框上 也许是进攻队员太过于追求打门的角度了 这个抢断控制的不完美 球出界了 这个抢断控制的不完美 球出界了 球传到了进区里 漂亮在后场把球断下 王珊珊看她把握机会的能力了 警方尚未解除 精彩的愉悦就球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区中的队友啊 成功解围 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球权一主了 王珊珊 王珊拿球了 这应该能追一个回来吧 这个球进了之后呢 他们就只落后一个球了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特里尼迪罗德曼 成功地摆脱了防守队员 船中威胁不大 被门将拿到了 高压防守的效果出来了 已经拿回了球权 还在继续盘带 向前配进 距离很近 机会 漂亮 这个球一进 他们就领先两个球了 再看一次 这个精彩的进球打得太漂亮了 发力非常充分 守门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一分被改写成3比1了 好的 抢到球了 再办事宜不识一分钟 球传给了霍兰 碰球技术不错 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这脚穿越球 被门将看穿了 比赛时间到 裁判明哨 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中场休息结束 美国女组带着领先的优势 展开了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王珊珊 没拿稳 但是扑到就算是成功啊 永远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刚才那一下 估计把队友都给吓倒了 谁都没想到 他居然把这个球能扑出来啊 真是个豪门将啊 无时无刻 不再给我们制造惊喜 走家会 山中没能避开对方后卫 王珊 球来到了张瑞脚下 球又回到了王珊脚下 这绝对是一次关键性拦截啊 对手的进攻组织和跑位全白费了 裁判的手势很明显 有力进攻 比赛继续 能扳回一个来吗 球进了 他们成功扳回一球 你看他拿球后十分自信啊 抓住机会 过掉了防守队员 漂亮啊 三下五出二就摆脱了防守 这是一个绝佳的进球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脚法很好啊 霍兰的传球被断了 他脚下技术非常先熟啊 朝着对方球门继续推进 打门 一次非常漂亮的射门 看得出来啊 他们现在非常急切 想把比分扩大 毕竟领先一球 并不是特别保险 没错 刚刚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奈何他们没有把握着 现在依然只是领先一分 身边的队友啊 在努力帮忙拉扯空间 往双 成功地找到了 对方的防守功能 及时突破 太厉害了 球进了 太精彩了 这比赛啊 看得人是热血沸腾啊 两球落后的 将不力局面下 能够扭转局势 把比分追平 打门位置 实在是太近了 门将也确实没有办法 比分又被扳平了 起起伏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长跪时间已经过去了60分钟了 还剩最后的30分钟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到前场了 有没有机会呢 好机会啊 但是他都没来得及起脚啊 最后只是一个球门球而已 替补要上场了 亚利克斯摩根 在起发后场 滑缠抢断 球传给了霍兰 下半场已经进行了20分钟了 比赛时间还剩下25分钟 摇尾 机会非常不错 可惜可惜可惜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王涛完成了可惜帽子戏法 他还没完成进球帽子戏法 边路有他的发挥空间 找进区里的队友 这个投球应该是没有顶着部位 顶得太勉强了 这个间谍一般的传球啊 直接送到了对手脚下 他是想要自己来吗 进了就领先了 这个球又进了 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啊 他们曾经出于巨大的劣势 但现在 他们已经将比分反超了 又在大家以为 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船中被拦下来 地球居然没进 他今天肯定是忘在盛门靴了 那么好的单刀机会 可不是每场比赛都能获得的 他却没能抓住机会 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啊 张锐 双方互不相让 看看裁判怎么判 这球没吹 比赛继续 危险被化解了 漂亮的防守 化解了一场危机 击不可失啊 这次结尾很急很关键 刚才一个非常好的打门机会 对手的这次进攻就到此为止了 还有时间 他们还没有放弃 还在找机会挽回败局 只要拿到就是机会啊 这球越位了 哎呀 他稍微有点心急了 晚半拍 跑的话 这球就不越位了 是 裁判也没有忘记 刚才的犯规啊 补上一张黄牌 张鑫 这脚球传得不错 应该能找到队友 往说 门奖脱手了 球还在场上 刚才张瑞的处理 这种球啊 门奖扑起来完全没难度 亚利克斯摩根 球传给了霍兰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传终没能避开对方后卫 这个球要是没断下来 这后果就很难说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要补食两分钟啊 主裁的手势很明显 越位了 讲断了对手的传球 全场比赛结束